这一期小七个基于说中国队的失业赛 这一期的主题很明确 就是五里的单刀球 我只说一个观点 就是我希望五里在结束了比赛之后 在自己的休息间或自己的家里 把视频打开 把苏亚雷斯处理单刀球 做一个集结 看上一百遍 这个不是说我们说是梗 或者是嘲讽 或者说是小七哥怎样怎样 完全是作为爱中国足球的球迷的一种 简单的溯源 我们是真的希望五里好 我先说一下五里本身 因为关注五里 我告诉大家 不是说他从根堡基地刚出来了以后 就是所谓还在国家的青年队的时候 就我们说的国庆队的时候 我就关注他 因为当时他就被誉为小天才 说中国的什么梅西亚之类 他最早的外号真的是叫这个东西 我就看他 我给五里最早的印象就是长一个娃娃脸 因为他也三十了 然后我当时刚才说 这个人长得确实娃娃脸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五里的优点跟缺点 小西哥分析一下 五里最大的优点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们说 他在左边风位置三十米的启动速度 他在亚洲都是顶级 第二就是他在门前的嗅觉 以及插身后的这个意识都是顶级的 至少在亚洲层面是能拿上排上号的 没有大家想到那么猜 这不是追他 但是五里的缺点照样比较明显 五里在场上有两个知名缺点 第一就是他的单刀球的处理 第二就是五里不聪明 踢球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人 或者说生活中你看他的采访 我可以给大家回忆一下 五里曾经在东亚时候的一个采访 就是跟深华打完得比之后呢 本来上海的记者就是故意给他挖坑跳脑 采访五里 五里就说 我们今天要告诉谁是上海队的老大 谁是上海队的老大 大家去翻那个视频 也证明我五里的单纯 但是五里有时候的一些举动 让人会觉得确实很尴尬 我先说一下五里本身关于单刀球的这个东西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五里不管现在是在国家队 或者在西班牙人的俱乐部队 他现在我要没记错 整整是五个单刀 全部丢失 而且这五个单刀还都不是打飞或者打偏 全部是随便闷一脚 闷到对方的门脚身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五里现在处理单刀球最大问题在于 过于随意 我们都知道看一下 苏亚利斯前两天 就是我们说代表马进打巴萨那场 是不是处理了 门前有一个小的脚腕的一个假动作 就是有欺骗效 因为球员咱们自己如果提球 我自己经常提球 你处理这种球术 你心里不慌 你就能做出一些比较随意轻松的动作 你如果说代球 本来就是自己没有思考的空间 那你就意味着你随便闷一下 五里现在处理单刀球 就是佛系的 随便给门框向推一下 能打进打进 打不进门就扑出来 对不对 包括我们打越南 他那个单刀是不是也是 打到对方身上 然后张玉宁不是要进球的 没毛病吗 这不是说球员不好 但是真的 既然你这个问题已经想象的这么明显了 为什么不现在高科技这么简单 就拿着视频 看一百遍 人家怎么处理就行 你自己活学活用就完了 对不对 说完这个 我再说一下 第二点 我为什么说五里 就是在踢球 或者说他在接受采访力 情商或者思考东西 一直欠缺的一个原因 完全是爱之深 完全是爱之深 我之前是坚定的支持五里 离开西班牙人 尤其在自己高光的那个赛季 西班牙人掉机之后 我坚定的支持五里 离开西班牙人 我现在说我的观点 很多球迷 中国的很多球迷 我们经常说有那种 直播八亚 或者是某绿色APP的那种球迷说 大家不要判五里 五里一个人在支撑 在国外 怎么怎么怎么 忠实的支持权 没有问题 但是不代表着与众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 西班牙人这个队 在于整个西班牙的整个角色 西班牙人 他是在巴塞罗那地区的一个皇家西班牙人球队 所以他的支持者本来就少 他是西甲所有球队里面社交平台 以及粉丝数排名倒数后三的 他的互动力也是最低之一 他这个球队本来的影响力在西甲就很低 那么第二 五里在西班牙人刚开始去的时候 我们都说了 他是我们平时一直在喷什么中国的俱乐部 中国走些不服 但是五里走的时候完全是一路绿灯 上海上港是牺牲了自己很大利益 白菜价卖 白菜价卖给西班牙人的 那到了西班牙人之后 五里OK 因为自己带有这个我们说开发市场 或者你是像中国造梦星计划 是千千万万个小朋友的这种偶像 你要出去是为了提高更高更强 五里也唠叨比赛机会 因为这一些不管是商业赞助或怎样 或自己实力的体现 唠叨表现也不错 OK 那在这个高光之后 他们打入了欧罗巴 打入了欧罗巴之后呢 这个俱乐部做了一件很二的事情 我一直为什么不支持西班牙这个队 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队 就如他原来的宫星教练卢比说的 毫无进取心 没有一丝进取心的一个球队 没有报复的球队 卢比当时走的时候咋走的 自己自掏腰包走的 对不对 他打到欧罗巴之后 趁这个阶段赶紧把对那两三个核心卖了 赚个一点几欧 对不对 到后面然后就降级了 降级之后呢 那会儿的五里其实是有市场的 因为他至少在西班牙人证明了自己 你不管是英超那边跟他传的球队 或者说德甲那边有意他的球队 或者法国那边有意他的球队 我就这样给大家说 五里那会儿在西班牙人 能牢到一个主力替补的角色 那么同样他在德甲的倒数后两三名 或者在法甲那种地龙那种球队 是一定能打上比赛的 至少不说主力 大家不要把五里想的太刺了 德甲当时我们知道科隆刚上来 科隆打法特别激进 他的主力核心是谁 莫德斯特 曾经我们全建的球员 他跟五里在中超赛场没有少PK 五里并不比他弱太多 他就是那个绝对的大腿 那五里那会儿他的经纪人 完全可以在别人对你感兴趣的时候 去谈 但是五里干了一件什么事 五里从都到一直在表于中 没事就这样 亲自己的队会 我要跟西班牙人一起什么什么 重新杀回来 我跟西班牙人一起要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 西班牙人的董事局高层 从来没有主动说 五里是我们的非卖品 从来不表态 意味着什么 他们太贼贼了 太聪明了 他们只会说 我们就随球员的心态去走 对不对 那五里在整个习以的一年 打上比赛了吗 打上比赛了吗 任何我们说的 你哪怕在训练里面表现一万分呢 你还是要用这儿八经的大赛 上场的比赛来实践你的整个训练质量 我们都说了 巴塞罗那球迷同行调侃的一个就是戈麦斯 恩里克为什么一直要用戈麦斯 然后呢 恩里克的解释 戈麦斯在整个训练场上表现特别高光 但是他在巴塞罗那两年多 从来没有在正式比赛高光过呀 那球迷又不是说训练场的比赛 又不给你球队赚积分呀 对不对 五里这两个赛季的上场比赛机会 有他刚开始来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吗 没有吧 现在你见过他进球了吗 有见过他有参与进攻的助攻吗 没有吧 那么我们在于衷的一直在支持什么 五里当时给的另外一个回复 是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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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的 五里说 我在西巴塞罗那有家的感觉 你在巴塞罗那有家的感觉 那你直接在上海呀 钱多社上离家近呀 你在西班牙人是带着 我们不是道德绑架 你是承载着所有中国千千万万个小朋友 把你当星计划 膜拜的那种 你是一个星 我们都说了 大家天天在谈足球从往下抓起 或者是要搞清训或怎样 这些都说的太大了 或者说的太长远了 只争朝夕的话 我到今天就一个观点 就这个国家诞生一个足球明星 superstar 像韩国近年我们去看 朴志兴带 把整个90后那些小朋友踢球的 全部带出来 孙兴敏今天在带00后 就这么简单 你无理不管怎样 你是抱着中国孙兴 你造新计划的这种模式去推出去 中国男 足鞋给你开绿灯 东亚给你各种白菜价给出去了 不是让你说 你在那边找家的感觉呢 对不对 我们不是道德绑架 你的单位牺牲了利益 然后你的国家当时是 举全国之力把你送出来了 是这样的 大家了解一下 无理怎么出去的 无理当时上海东亚 几乎就跟收到零转会费是一样的 你想当时上国内我们说 张某的那种门将都卖八千万 无理能不能卖到一个亿人民币吗 肯定能呀 那上海上高牺牲这么大利益 有病了吗 喷归喷 但是我们以事实说话 所以这就是我对无理一直很多选择上那种无欲 我到今天都认为既然你在西班牙人那样的西甲球队 不管是他是中下或中游或下游球队 你有个主力替补轮换的角色 那你的能力同样可以在德甲的到手二三名里面 去捞到一定的比赛机会 而且那会别的球队也对你传出兴趣 同样你可以在法甲的后五六名 我认为在地容那种球队你都能打主力的 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刺 中国球员 就是至少无理没有大家想得那么菜 最后小七哥再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无理是中国现在最好的球员 他的优点就刚才一个分析 那两点在亚洲都是顶级的 但是请无理从战术层面 学一下苏小利斯看一百遍 同时在自己的选择或者考虑这些东西上面 多听一下周边人的意见 因为他们从小无理可能训练跟人接触的少 可能在这些选择方面有自己考虑的比较单一 但是真的希望他身边的人给他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这一期观点可能比较激烈 但是我相信大家如果把无理这种事情 关注了十几年 甚至知道他怎么出去 在西班牙人所有的比赛的一个累积是怎样的 我相信大家会支持我的观点 感谢大家